今天咱们想和金主任共同来聊一聊 这个孕期应该要注意哪些问题 那出现了一些问题以后 我们应该怎么去应对 我们知道现在呢 怀一个健康的宝宝 让宝宝健康出生是很多家庭的一个愿望 尤其是对第一次怀孕的人来说 身体上出现的一些不适反应 往往会让人心慌 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处理 首先想问问金主任 一般怀孕以后 在孕期出现的一些和平时不太一样的反应 主要是有哪些 在孕期的各个阶段 每个阶段人身体都会出现各个不同的反应 最早出现的可能就是早孕反应 对 孕吐 这种反应一般停静42天的时候 就会开始出现 最早表现的最明显的就是早晨的时候 烧心 恶心 呕吐 食欲不振 种种的不适 这个时候孕妈妈可就一定要注意了 首先你们要放松心情 要相信给自己力量 超过三个月的时候 就是说怀孕12周的时候 这些症状会自然消退的 然后我们要注意休息 少熬夜 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下午睡 然后我们还要注意调节肌子的饮食 你可以吃一些干的 像淀粉 淀粉含量多的饼干 馒头这些食物 少喝汤水 少吃辛辣的食物 信心最重要 三个月之后自然就消退了 三个月以后自然消退 也会减轻 但是有些孕妇她好像是在四个月五个月还有一个障碍 就是为什么 那就要进一步做身体的检查 有些孕妇可能是假装腺功能 各方面的功能还是出现了一些异常 这可能通过一些药物的调节会逐渐缓解的 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在三个月以前出现这样一个反应 那其实这个孕妇啊 大家的剧烈程度是各不相同 有的人是完全吃不下任何东西 吃什么是吐什么 而有些朋友呢 好像没什么事啊 就怀孕期间没有什么很明显的孕妇反应 胃口上呢也没有什么影响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呢 因为每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的甲胀腺功能都是不一样的 这是引起孕妇的 首先是甲胀腺功能抗净的一些病人 然后就是提的GCG特别高的一些病人 每个人的 然后每个人反应的个体差异吧 从医学上我们处理的都是对症治疗 特别水觅不尽的病人呢 只要到医院去住院 维持水电解质平衡 调节自己身体的基本状况 哦 是这样的 每个人个体有差异啊 所以孕兔的剧烈程度不同 所以再提醒大家 如果您的这个孕兔反应特别严重的话 也不要过于担心 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 还是要去医院来查一下 那我有时候也听孕妈妈们讲啊 说这个孕期啊 如果孕兔反应很剧烈 往往还是一件好事 就预示着宝宝的身体很健康 哦 你这种说法不知道科学吗 这种说法有它一定的科学性 这说当你孕生反应剧烈的时候 说明你体内的很多激素水平是升高的 升高的就说明宝宝在里面生长很活跃 当你孕生反应很好 譬如说40多天开始反应 50多天突然消失了 还没满三个月消失了 那说明你宝宝也去坏的肚子里面啊 你所以体内所有的激素水平就降下来了 反应就自然消失了 这也是你宝宝妈妈们自我监测的一种方法 第二种 接下来的一种就是早期的出现一种尿瓶跟尿湿劲 那是因为早期子宫增大之后压迫你的膀胱 然后你就觉得哎呀怎么一怀孕就晚上特别想上厕所了 那时候我们这也是正常现象要放松自己的情绪 这都是首要的 然后就晚上可以白天多喝水睡前就少喝水 然后要及时排空自己的膀胱 然后到孕成中期有些这种症状就消失了 那在这种情况一般是持续多久呢可以缓解 这种情况尿瓶的症状早期因为子宫没有出膨腔压迫膀 到孕中期子宫出了膨腔之后肚子逐渐长大 对膀胱的压迫相对减少 这种尿瓶的症状会减少 到妊娠晚期它又来了 妊娠晚期随着胎儿的长大 对膀胱的再次压迫 包括要分娩之前胎儿要进入膨腔 要经过阴道分娩 再次压迫膀胱又会出现这些症状 晚期甚至会出现尿湿劲的症状 这都不要紧了 随着分娩的结束 这些症状自然就会缓解了 第二种是尿瓶 尿瓶 第三种就是最常见的 就是腹痛 腰酸 背痛 脚踝部关节 各个关节的疼痛 这也是属于一种正常的生理状态 为什么出现疼痛呢 有一种疼痛 有一种腹痛 就是说一种 这种腹痛要注意区别的 一种轻微的 胆赞的 下腹的痘胀感 你就不要很紧张 还有妊娠晚期出现的那种 特别是夜间出现的那种腹痛 它持续时间打 不确定 并且很快就消失了 没有规定的这种痛 那就叫公缩痛 这都不要紧张 这都是宝宝 在未怀孕外出生之前的一些正常的身体现象 但是如果你剧烈的 但是如果你剧烈的腹痛 不持续的逐渐增加 逐渐增强的一种腹痛 那你就一定要在医院去看一下 平时要缓解这种腰酸腿痛啊 我们就要注意的就是说 首先就是说要避免长时间的站立 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 我们这都是不强当的 然后我们座位的时候 我们可以腰背要挺直 然后我们座位可以准备自己准备一个靠垫 放在背上 缓解一下腰部的压力感 然后适当的时候 我们腹部还可以用个松一点的腹带 把肚子增大的肚子把它拖起来 这也可以缓解你的腰酸的腿痛的感觉 这些情况 然后我们平时穿鞋子也要注意啊 要穿平衡鞋 然后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做些运动 并不是说怀孕期间 所有的运动都不能做的 你可以游泳 你可以散步 还可以适当的做些缩缸运动 还有一个习惯啊 往往在怀孕的这前三个月啊 有一个坐胎的说法 希望孕妇能够在家里面休息 尽量的少直立行走 到处走动 那这个有没有一个科学的说法呢 这种宝胎现在因为 生活环境各方面的原因 现在觉得怀孕越来越难了 所以怀了孕之后 托付着前家的希望 所以就伯伯啊妈妈妈公哥 睡啊睡啊睡啊 其实不是很恰当的 孩子好乳不好 流不流产 其实跟你完全躺温位是没关系的 我们说做过试管婴儿的 我们也鼓励病人 鼓励一些做试管婴儿的患者 你自己就可以正常的上班 只要你不做的是重体力活 是吧 你不是长期的站立这种情况 孩子好乳不好乳孩子被 与孩子本身的那种软色体质量有关 你软色体正常的 各方面发育正常的 应该是能够很顺利的生肖一个小宝宝的 这个前三个月做胎的这个说法是 没必要的 当然如果你出效腹痛啊 阴道出血啊 这种情况你还是要及时到医院去检查 可以做些检查出现一些病理性的状态 还是要注意休息 那现在其实主要的还是要让孕妇保持一个好的状态 另外在孕前呢要做好一些准备 还有就是自己本身身体机能的一个前期的锻炼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第三点就是这个疼痛的问题 包括 下面第四点就是关于我们下肢的问题 下肢会出现筋脉曲张 出现水肿 腿还会出现抽筋 这些原因都是因为增大了子宫 压迫下肢 死筋脉血流回 血液回流受阻 然后 我们也有很多的缓解方法 像一个不要长久的座位或者卧位 长久的保持一个姿势 你不要提重物啊 然后孕产妇提重物 也要保持正确的姿势 我们所谓的孕妇 她不仅要有自己正确的坐姿 站姿 拿东西也要注意 不要前部像这样弯腰 对 座位的时候也可以抬高下肢 减少那个 让筋脉曲张减少下肢水肿 我们座位的时候 也可以抬高下肢 你这样坐着 你可不可以脚稍微抬高一点 也可以减轻水肿 然后就是说 腿抽筋的问题 那就是到了一般 见到运晚期 特别是夜晚的时候 腿喜欢吃腿 容易抽筋 那是因为体内的钙补充不足 运中晚期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合理善食 要补充多种微色素 补充钙剂 这种情况之下 可能就能缓解一些症状 然后当你发生腿抽筋的时候 你可以双腿曲曲 然后轻轻地揉搓 那种筋难的肌肉 可能症状也会要轻一点点 这些东西可能对下肢的一些 还是有好处的 那像这种静脉曲张 到生孩子以后 慢慢地会恢复过来吗 随着小孩子出生 这种压迫的解除 它自然就恢复正常了 那第五点呢 我相信大家都会遇到 这样的一个困惑 孕妇究竟在怀孕期间 保持什么样的一个体重 对于这个顺产的时候是最好的 这是大家很关心的 究竟是要保持合适的一个状态呢 还是说要稍微吃胖一点呢 对孩子好一些 其实对整个孕期的体重 我们还是有严格的控制的 整个孕期一个正常体重的孕妇的 产前正常体重的孕妇 体重最好整个孕期不要超过12.5公斤 然后到妊娠晚期 特别是妊娠8个月9个月的时候 你每个月的体重增长 不要超过2公斤 这样才能怀一个 大约6斤左右的宝宝 然后很适合你从阴道里面分娩 经过阴道分娩的宝宝 还是现在爱她放开吗 各方面的 我们还是鼓励从阴道分娩的 其次你孕期体重增长过度 对宝妈妈是很不利的 首先你过度的增长 心脏的压力过大 你会觉得心慌 乏力 气短 这些都无法控制 然后你 然后你运气体重增长 过到血糖那些变化 也可能会出现 所以我们要合理的膳食 所谓合理的膳食 首先就是说 要适当地补充一些 含铁剂较高的食物 像我们的平时的猪肝 黑木耳 瘦肉 鸡蛋黄 这些含铁剂相当高 可以缓解 任期的贫血的一些症状 然后我们的盖集 一些虾子 还是一些丝肉 这里面含蛋白 比较高的食物 我们也要补充 还有为了预防便秘 治疮 我们都是纤维素的植物 类的植物像青菜 芹菜 香蕉 香蕉 韭菜 这是切胃素比较高的食物 所以整个孕区 还是要合理营养 体重控制 体重增长 控制在合理的方面 那看来不是孕妇想吃什么 能吃多少 咱就给她吃多少 还是要合理的来控制 主要是一个营养全面 是吗 对对对 有的孕妇是在孕区突然发现 特别爱吃肉 家里面就炖炖给肉 这个也是不对的 要营养搭配均衡 对因为硬气还要对低盐饮食 低盐 我们平时说预防高血压 每个月 每天吃的盐量 不能超过一小啤酒瓶盖子 高盐首先带来的就是血压升高 血压升高之后 就前瞬的一些血管 就出现一些禁难 包括胎盘血管的禁难 那么孕妇的血压高 小孩也确定一种缺血的状态 然后小孩就可能胎死宫内 然后母亲就可能出现 因为高血压抽筋 或者是甚至危及生命的一些的症状 血压控制是必须的 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第五点 一定要合理 均匀 膳食 要保证整个的孩子出生的时候 顺产状态比较好 也要让孕妇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产户的状态 这是今天说到第五点 上妊娠晚期出现在腹部的大腿内侧的一些紫红色的大红色的波浪状的蚊子 条纹就是我们就说的是一些妊娠蚊 其实要缓解妊娠蚊 就是说一个还是要控制体重 不要让小孩增长过快过道 是不是 第二个就是说 你还要可以用一些运化剂 可以自己轻轻的按摩一下 容易出现妊娠蚊的地方 第三个方面 那个妊娠蚊的 这个 第三个方面 就是这个妊娠蚊 就是我们饮食上的 多进一些 含蛋白高的食物 那缓解一下你 皮肤的弹性 提高下皮肤的弹性 皮肤的质量 可能对妊娠蚊的缓解 都有好处 但是随着妊娠的接触 随着孩子的分辨 这个妊娠蚊会慢慢变大 变白的 看来孕期出现的这么多症状呢 咱们都是有一些 对应的方法是可以缓解的 最后呢 想有三个小疑问啊 来问问金主人 这也是很多的孕妇所关心的 比如说第一个 就是我们平时有人 他不知道自己怀孕的 但是呢 已经去医院做过了一些 S-GON相关的一些检查 那么拍了个片子 对于我们这个孩子有影响吗 这个宝宝究竟要还是不要呢 答案是肯定的 这个宝宝是肯定能够要的 小尽量的像一次拍片 一次胸部CT 一次照射 就是都是很小的尽量 对我们人类 哺乳动物 包括对我们胎儿 我们的胚胎 都是丝毫没有影响的 打个比方说吧 如果说 想对小孩有影响 那么你就连续 2500次的胸片 就说你站在这个S-GON 连续给我拍2500次 也许这个剂量 才对我的胎儿有影响 如果你去做CT的话 那你就躺在那里 连着做六次CT 打了狂犬疫苗 能不能怀宝宝呢 或者是在怀宝宝期间 被自己家的猫狗抓伤了 能否打狂犬疫苗呢 它有影响吗 我们都说你要怀孕了 要准备怀孕了 你不要养猫养狗 因为养猫里面 猫的大便里面含有公形虫 公形虫是早期致机 引起胎儿流产最主要的原因 特别这个大便 所以在家里处理大便的时候 我们家里养猫的人 你一定要戴好手套 要用专用的器具去处理大便 第二个就是说 万一你被它抓伤了 还是可以打的 还是可以打疫苗的 疫苗我们分两种 一种是减活疫苗 就是说灭活的疫苗 它是没有活的病毒的 第二个就是说活疫苗 活疫苗就不能用 像公形虫病毒的疫苗 风筝病毒的疫苗 白日咳的疫苗 这些疫苗是属于活疫苗 是不能用的 你要打疫苗 你一定要到医院去咨询一下 医生会给你正确的答案的 另外呢 除了我们在孕前检查 在孕中呢 也会做各种各样的一些 大小排机啊 一些孕检啊 但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今天第三个 最后问题啊 很多家庭说 为什么前面所有的检查 都检查得很完整 而且结果也很好 但是到了临生产的时候 这个孩子去胎死腹中呢 这是为什么 这个问题的确是临床存在的 也医院呢 也因为这些问题 发生过很多其纠纷 其实这是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科学检测手段的局限性 第二个可能孕妇在这个知识上 存在一些盲区 认识知识不是很前面的 我们说我们孕产妇要建 怀孕之后 一定要建党 到一个医院去建党 然后一定要按照医生 所有的嘱咐 你按时去做所有的产检 然后完成所有的排机 也许就能够初步排除 小儿的一些畸形 但目前的排机是一种筛查 筛查有两种方法 第一是超身诊弹 超身诊弹 它是从大体上 排除胎儿的一些畸形 一些 它是从形态学上的 有些小孩 它形态学是正常的 但是它软色体有问题 就是出生的一些智障 这也是超身看不出来的 所以这一个是科学发展的局限 然后第二种我们产权的筛查 就是一种血清血的筛查 血清血就是抽绑妈妈的血 第二个方面 如果你年龄大于35岁 属于高龄产妇 并且你曾经分娩过 分娩过智力障害的小孩 那么你就要去做产权诊担 产权诊担是个有创性的 一般到人生中去做杨石穿刺 一定要到有资质的医院 去做产权诊担 好的 非常感谢 那今天现场通过您的讲解 我相信也为很多的家庭 增长了很多知识 尤其说到最后一点 就是现在 医学虽然是在不断的进步 但是也有它的局限性 而我们能够做的 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把现在现有的手段 都能够应用出来 能够说尽最大能力保障 行吗 我们现在还是要帮助